下面咱们讲第二节 摆翻绕旋 这一节呢也是由两个八拍组成的 那么在这个八拍里面呢 我们是由左右的摆翻 还有绕翻 再加上一个螺旋盘绕 向下的螺旋盘绕来组成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分解来讲一下这一节 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是乘两脚开立的状态 那么第一拍呢 我们先由右向左做左摆翻 同时呢 右脚收至左脚内侧 一 摆翻 那么第二拍呢 我们做右摆翻 右脚呢 右脚呢 回到原来的开立状态 二 同时呢 左脚收至到右脚的内侧 那么第三拍的时候呢 我们向左侧做一个移动的步伐 下面看我做 三 同时持拍臂做一个正绕环 四 乘开立 那么持拍臂呢 至左侧位 那么在做第五拍的时候呢 我们先是把右脚呢 收回一点 收至左脚内侧 然后持拍臂呢 沿着我们这个刚才画的弧呢 继续向上画 那么同时出右脚 向右 转体 绕环 六 经头上 向身体右侧 扣拍 那么继续往下扣 第七拍的时候 我们撤右脚 同时呢 转体 好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完整地做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那么在做这一节的时候 我们摆翻绕翻 一定要做到自然流畅 也就是我们画的这个圆 一定要画得饱满 那么衔接的地方 一定要圆润 尤其是第四拍和第五拍 衔接的地方 一定不能让大家看出是折来 应该是圆润的 顺势要连贯 要做到不折不断 那么第五六七八拍 向下做螺旋盘绕的时候 一定要流畅 做到身体中正 平舒 清零沉稳 那么整个动作的完成 要靠腿和腰部的力量蹬转 看 来增加旋转的惯性 从而完成转体540度